大家好,我是小鱼,今天们继续来吧 奥特曼王者传奇 今天是节日狂欢的第三天 第三天的活动是一个消费钻石 然后还有一个工会副本 一个星际运输 先把这个奖励领一下 这个奖励还是不错 这边有50个洗练宝石 今天小鱼想来给终极赛罗伸一下心 但是忽然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小鱼这边已经没有URB了 小伙伴们 没有能够兑坏URB的英雄了 这就有点尴尬了 这里只有一个孟比佑斯的凤凰勇气形态 这个肯定不能兑换啊 小伙伴们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现实召唤啊 这边的话也还差蛮多 然后普通的现实召唤 哎,小伙伴们 这个可以直接召唤哦 一个迪迦奥特曼复合形态 OK,迪迦奥特曼复合形态 我听很多小伙伴说 迪迦奥特曼已经在各个平台上线了啊 小伙伴们 重新上线了 但是我们这游戏里面的名字还没有恢复啊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迪迦的四个形态就全部激活了啊 小伙伴们 出来吧 终极赛罗 帅气 感觉终极赛罗的皮肤 在这个里面是最好看的啊 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赛罗皮肤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更喜欢哪个赛罗的皮肤啊 小伙伴们 感觉终极赛罗的皮肤算得上是比较不错的一款皮肤吧 对 OK来升星吧 小鱼的打算是这样子的啊 我们先将终极赛罗升到三星 然后再将 无限梦比优势也给他升到三星 然后应该还可以上一个幽娃英雄的 小鱼这边还没有决定好上哪个英雄 又可以点图件值咯 小鱼这个账号图件值好低啊 只有八千多点图件值小伙伴们 然后我们今天应该还是可以做一个翅膀的 我们来看一下羽翼 碎片 奇迹之光的天行者我们还差58个碎片 来开58个碎片吧 全部开完吧 反正我们只要奇迹之光的碎片嘛 对不对 OK 做一个小翅膀 哇 这个翅膀好丑啊 小伙伴们看到没有 不是一般的丑啊 跟赛罗感觉不是特别的大 小伙伴们 看一下 木比优斯戴上去是什么样子的 无限木比优斯戴上去感觉还挺合适的 因为它的颜色跟它的皮套颜色还挺搭的 对不对 咱们没有URB了 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小伙伴们 明天吧 明天小鱼来刷一下神秘商店吧 咱把存的这些刷新道具全部给他用掉吧 看一下能不能刷出一两个UR英雄啊 OK 那么我们就来完成一下工会副本的任务吧 OK 开始挑战 木比优斯做队长 然后我们租用一个赛罗圆皮 然后再上阵中级赛罗 木比优斯 其他的就放到小伙伴吧 哎呦 咱们又忘记带治疗英雄了 小伙伴们 还是老规矩啊 把终极赛罗给他拉到最边上来 因为这个里面的话 终极赛罗是最脆的嘛 对 看一下啊 我们的血量现在保持的还比较OK吧 先木比优斯有点hold不住了呀 小伙伴们 赶紧要拉扯一下拉扯一下 回来一点 哎呀回来也没有用啊 估计要倒了呀 好吧 终极赛罗也倒了 哇 这个副本还是要带一个治疗英雄啊 小伙伴们 不带治疗英雄真的hold不住呀 获得了900个工会贡献值 我们看一下 我们终极赛罗的伤害 现在已经非常高了啊 小伙伴们 终于是高过了我们的孟比优斯 有闪耀迪迦的话 就会稳很多啊 小伙伴们 ok 又获得900个贡献值 看一下这次的伤害 668万小伙伴们 可以可以可以哦 购买一下金币 每天买三次左右啊 小伙伴们 因为这个购买金币 它也是有一个活动的 对 ok 我们经济大厅里面来看一下 最近因为不是周末嘛 所以这个经济大厅 还是相对而言 平淡了很多啊 小伙伴们 来吧 我们找一个对手来挑战一下 可以的啊 这里有一个新生之光的阵容 名字叫做慕容傅啊 只要没有奇美拉 咱们还是可以降量一下的 如果有奇美拉的话 咱们就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输啊 小伙伴们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一波怎么说 它还有一个一星的萝卜 哇 这个大招好痛啊 难怪那么痛啊 它有一个三星的银河 维克特利亚小伙伴们 这种萝卜打我们还是挺轻松的 以前萝卜也是神一样的存在啊 小伙伴们 ok 这局应该是惨败了 小伙伴们 这一个节的装缓 这个治疗能力真的是非常优秀啊 ok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小鱼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